欢迎来到史人云频道 我是每天分享一个历史小故事的史语 照相机发明之前 西方对中国的想象是建立在绘画 文字旅行和从一个遥远的中国发出的资讯的基础上的 比如当年的马可波罗游记就引起了西方贵族对于中国的向往 然而 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 一群开拓型的西方摄影师试图捕捉到中国的风景 城市和人民 这引发了国内群众的兴趣 并拥有了本土的摄影人员 该图展示的是清朝人在修整自己的头发 当时中国的出行工具也是多种多样的 有轿子 马车 当然还有这种独轮车 事实上 乘坐独轮车的人绝对不在少数 而当时的人对这种出行方式已经习以为常 虽然衣著光鲜 但是坐的车看起来却十分的滑稽 当时拍摄的照片中有风景 也有各色各样的人 比如乞丐 商人 普通百姓 地主等等 图中的织布女工就是千万人重的缩影 也反映了当时的清朝虽然已经打开国门 但是自己自足的自然经济依然占主流 这台织布机虽然简陋 但是能够满足一家人的所需 这是一张由中国摄影师赖方拍摄的两名演员的照片 从他们的穿着打扮来看 这应该是唱戏的演员 这说明中国本土摄影师的水准已经开始跟外国齐平 而中国的中国摄影工作室在19世纪后半夜在中国大地遍地开花 这是一张可追溯到1860年的照片 拍摄者已经无法考证 照片中的女子落落大方 拍摄得非常自然 这也是难得的一张照片 比较能够反映清朝中上层女子的生活水准 来到中国的外国人 总对中国的建筑和城墙非常感兴趣 也因为如此 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珍贵的照片 使我们有幸能够亏得当时城墙的面貌 该图为北京的外城墙 这些城墙在后来轰轰烈烈的建设中被拆除 这个静谧的建筑拍摄于敏江 中国的建筑讲究风水 总是将建筑与水还有周边的景色融合到一起 这也给了西方人极大的启发 托马斯·塞尔德·哈曼斯赘尔的拍摄的 《北京颐鹤园一个大门》 后来被英法两军烧毁的照片 为其失传的建筑提供了宝贵的记录 让中国人能够看到被烧毁前的样子 19世纪上海的街景 街头摄影在当时特别具有挑战性 因为不可避免的长曝光往往会导致模糊 跟现代零次致比的高楼大厦相比 上海就像现在的一些古街 别有一番风味 这是当时的底层人民 大约是沿街的乞丐 或者说是流民 在他们的眼里已经看不到希望 一如当时的蜻蜓 相比优美的风景和上层人士的照片 这张照片才最能反映 但是清朝政府的状况 时光划过人间 总会留下一些光影片段 让我们直观观察历史片段 共同感受晚清历史的冷与暖 上海的电话接线机房 1881年 上海租界开始出现电话业务 当时人们称之为德绿峰 基英与单词telephone的音译 照片中留住大辫子的中国接线员 在一位外国妇女的监督下工作 1907年一首上海商业市 景辞描述打电话的场景说 水溪摇阁语言通 此契名称德绿峰 护上聚骨装摄广 挤如面画一堂中 父与子 父亲抱住儿子在家门口玩耍 这一幕被摄影师抓拍下来 光屁股的小朋友 害怕黑洞洞的照相机镜头 被过脸去紧紧地抱住父亲 梳洗辫子 剃头匠特别开心 洗头 剃头 扎辫子 是清朝剃头匠的基本工作 男人的发辫很长 一般没有自己扎的 都是请剃头匠来做 另外 剃头匠还掌握财耳 按摩 推拿的技巧 这一套坐下来 能让顾客非常舒适惬意 湖北安路的小学课堂 这是一所在实施新政过程中建立的官办小学 我们不知道师生在上什么课 但可以看到教室墙壁上挂住大清疆域图和世界地图 还有各类动物的图画 应该说很适合孩子们的年龄特征了 武昌黄鹤楼 从这个角度看去 黄鹤楼附近有菜园和窝棚 充满乡野气息 这座举世闻名的建筑修建于1868年 1884年被大火烧毁 从此长江边黄湖基上在吴黄鹤楼 说来令人扼腕叹息 大火源于一家蛊惑作坊的学徒在晚上打翻了油灯 又赶上大风 火势肆虐 迅速蔓延 殃及黄鹤楼 现今新黄鹤楼位于蛇山之巅 据原址有一公里左右 上海茶馆 这是一家名为北新茶园的茶馆 火急站在火炉边笑迎八方客 客人围坐在方桌旁喝茶聊天 很有生活气息的一幅画面 现在我们生活节奏很快 在茶馆喝茶聊天的闲情意志越来越少了 四个男子玩扑克牌 晚清时期 扑克牌随著西风东建传入中国 当时 扑克牌意爱进口 主要来自于美国和日本 斗地主 捉黑茶 敲三家等是今天常见的玩法 不知道照片中的仙人是怎么玩的 男子挥舞青龙掩月刀 这把巨大的青龙掩月刀不是实战器 而是掩武器 即作为教场教力士雄所用 因此又称五颗刀 按照清朝皇朝礼器图示记载 五颗刀置如掩月 刀刃及柄锯仪铁 下缘如锥 莫为尊 一分三等 一等重百二十斤斤 长八尺一寸五分 刺百斤 长七尺八寸七分 刺八十斤 长七尺四寸 此类刀极其粗重 最轻的也有八十斤约和现在九十五点五斤 不是一般人拿得起的 抬轿子 轿尾字被拆下来了 展示出轿子的框架结构 难得一见 让我们看了个新鲜 人的座位底下 还有一个放行李的小空间 这是我以前没有想到的 长城 照片记录的这段长城轻腿严重 大家根据山体形状 能判断位于何处吗 清朝没有来自北方的兵患 所以未曾对长城进行维护修复 任其在风雨中逐渐破损倒塌 了解更多趣味历史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有任何感兴趣的话题或者人物 可以直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很乐意和你分享 有任何感兴趣的 有任何感兴趣的 所以才能有阻护修复